下面我们来讲解第九章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这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电子邮件服务器概述 然后是搭建Umail 邮件服务器 9.1 电子邮件服务器概述 这包括两方面 邮件服务器介绍 搭建邮件服务器前的准备工作 邮件服务器介绍 电子邮件服务器是用来收发邮件的远硬件设施的总称 包括服务器设备 电子邮件程序 电子邮件邮箱等 它是为用户提供Email收发服务的电子邮件系统 人们可以通过服务器实现邮件的收取与发送 搭建邮件服务器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要解析好域名 解析好域名 就是向申请的域名 指定到邮件服务器对应的IP地址 其实是做好端口印射 如果申请的是外网的IP地址 那么外网跟内网之间 要做好端口印射 最后是选定操作系统平台 这里我们选定server2003作为Email邮件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平台 我们下期见